詞曲 李宗盛 春風的淘汰我 咬更花 春風的淘汰我 來唱歌 春風的淘汰我 咬去吃吃麵便吃我 春風的淘汰我 咬去看我 也會想 春風的淘汰我 春風的淘汰我 不妨 咬更花 春風的淘汰我 春風的淘汰我 他就繼續想會見了春光 吵什麼吵什麼 還不趕快把這地方清理好 明天就要到肥騎場去修跑道了 娃娃兵收起臉上的春光 你看我 我看你 一個零 一個零 我蹲下去一看 看到被選一塊 他在底下一顆玫瑰發 被壓得蜜蜜 竟從小小的縫間 抽出一些啞 還長出一個拇指大的芭花 他給我一個春光關不去的起司 那天晚上 我懷著輕鬆的心情回到營地 這心情又傳染給林建文 他鬆了一口氣 顯出滿臉的春光 他說 有一個人掌握和我 有一個人掌握和誰 他不擅長 我會有一個人掌握和你 我會有一個人掌握和你 會有一個人掌握和我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好啦好啦 我們現在要聽主持人有講真答 大家聽這首歌的時候有感覺什麼不一樣 有感覺奇怪 有感覺好像好像很實在 跟剛才要唱的幾首歌的意思 才有感覺 雖然這首歌跟鴨不扁的玫瑰花 主題是一樣的 因為原來他們幾乎的秀書 這邊是春庚冬的不住 但是選這首歌文 國中的歌文的時候 南亞的教育部 那邊有說春庚冬不住 這個題目不住 因為在漢義裡面 所以有很多的意思 已經變成我們現在通宿改歲裡面 固定去 所以他覺得春光不太特動 可能他覺得春光是限制級 所以國中三年的歌文 不能放進去 改作壓不扁的玫瑰花 所以剛才那首歌的祖書 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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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不一樣的人來做主做曲 那是很正常 所以表示有很多年輕朋友 他們在做曲的時候都會想到 他們有幾千歲的秀書 所以他們出現到這種項目 所以主持單位 他拜來的時候特別說 剛才沒有介紹 就說大家看出來說 這實在是剛才的主題 工廳秀書 還是他不一樣的祖書 很客氣 我們繼續 還有一條他的秀書 來編曲 祖書 是極花開的時 極花開的時 祖書者也是李勤雄 要唱 祖書者是單名中 我想待會可能是名中要唱 來唱這首歌以前 我們一樣 要來請祖書者李勤雄 來這個地方 來做這條歌的秀書 稍微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他這個地方 我們這首歌 有一個台灣名謠 最後傳奇陳明章要唱 所以我的話老到後來講 我們江山鼓勵 陳明章來演唱 早期 打開 下 水 打開 你 打開 然後 下